我記得當初期看過 大陸的網友翻牆過來 然後說你們台灣的女生 講話都像你跟林志玲這樣嗎? 天生自帶娃娃音 下了主播台的柳涵族 現在不但是綜藝節目常客 最近還成為小S節目 小姐不吸地的固定班底 工作穩定的柳涵族 在甘親上也是堅若磐石 虽然已经三月初 但这夜晚的温度还是很不亲人 只看到刘涵猪穿着长大衣 而旁边紧紧牵着的 是名穿着短袖短裤的男子 这位仿佛活在剩下的男子 经过比对 其实就是2019年 被本刊拍到的富商男友 当时刘涵猪已经跟他交往一年多 稍微算算时至今日 两人交往时间也超过五年啦 算是稳交多年的两人 就这样甜甜手牵手走进餐厅用餐 两人没有让桌子隔开彼此 而是并肩坐一起 看来交往时间的增长 也让两个人更加紧紧相依 用餐完毕一离开餐厅 又是贴在一起 紧紧相依 刘涵猪就这样 依偎在男友身边霸占了对方一只手 事到如今本刊突然了解 为何男友可以穿着短袖出门 毕竟身边还有一个人会抱着取暖 那何必穿衣服 两个人最后一起回到女生在贝斯松山区的住处 事说游泳甜甜娃娃音的刘涵猪 不止声音让人酥酥麻麻 经过这晚本刊的观察 他与男友之间的互动 甜蜜感也不比声音差多少 难怪感情可以如此稳定 这是二人的辅定 八平 九三人第一 move 明尔赏 HAR